缩短至45天30天甚至是15天 很多用户并不知情 经常是糊里糊涂就多花了冤枉钱 对银行擅自的调整信用额度 有不少人都表示了反感 黄先生就这样认为 信用卡如果额度太高的话 容易诱惑自己多消费 那如果被盗或者遗失 也同时增加了风险 那平时用户如果想要调整信用卡的额度 要向发卡行提出一个申请 经过银行对持卡人的信用记录 刷卡情况等综合审核之后才可以确定 而现在银行不打招呼 就擅自的调整了信用卡的额度 难道我的钱包我自己都做不了主吗 再来看一组名声调查 涨工资是很多人做梦都在想的美事 可是最近对于昆明的低保护 郑志玲师傅来讲 工资涨了而烦恼却多了 郑师傅在云南纺织集团的食堂工作 过去一个月工资527元 刚好够昆明低保护的要求 除了每个月可以领低保补助以外 还可以租住昆明市的连租房 但最近因为单位调整工资 郑师傅的工资涨到了850元 低保取消了不仅意味着 每月少拿90多元的低保补助 更让郑师傅烦心的是 没有了低保也就失去了继续租住连租房的资格 租住连租房一个月只要40多元的租金 在外面租房子一下就要多花100多 再加上水电煤气都不能享受优惠 里外里算下来 郑师傅这工资涨了等于没涨 事实上在云南省像郑师傅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少数 邱朝一直在昆明五华区普及街道办事处工作 平时主要负责帮助低保护找工作 他说有时候及时给他们找到工作 他们也顾虑重重 参加工作以后 他就怕那个不能领低保了 就不愿意去工作 宁可拿低保不愿去工作 这是因为他们懒吗 在走访过几户低保护家庭后 大家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 事实上大多数低保护都有非常实际的困难 或者家属有病 或者孩子还小 而且他们大多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即使找到工作也不可能有很高的收入 连租房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救命稻草 拿不到低保就等于丢了这棵稻草 这些人了嘛 他的这个收入了嘛 我们说提高了 虽然说提高了 但是呢 他仅有的这点收入 到社会上去租房子住 他的生活费又负担很高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不忍心也能退出去 一句不忍心倒出了很多的无奈啊 那么对于刚刚走出低保的人群 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是扶一把还是拉下马呢 事实上早在政策出台之前 云南省就已经在开始探索保障性住房 尤其是联租房的改革措施 方辉是昆明市五华区华府院的联租房住户 今年6月26日 他参加了云南省保障性住房听证会 也把左邻右舍的意见带到了大会上 我也是个迪宝府 我一个人带着我 我往啥都无聊去 下次我打这个工 你不敢看 如果可以发去 你一刻要打工 可是迪宝要停的 迪宝又停 你没有这个迪宿发的 一期待 你们下期待